先讲一讲这个佛教的天文学 和这个现代天文学的有关于描述世界的一个对比 十轮金刚就是佛陀宣说的一个秘法 那么在显教里没有 但是密教里这个教法在几千年前一直都有 这个是可以查得到的 这个书也不是现代印的 是有珍藏的 就是一个事实 科学家们可以去考证 我们的十轮金刚的天文学 并不是根据现代科学编出来的 那佛陀在讲到天文学的时候 说到我们这个太阳系有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念一下 有关于十轮金刚的天文学和现代天文学的 某些数据做些比较 那个地球公转轨道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365天 那十轮金刚的天文学也是365天 第二个是月球轨道的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27.3217天 十轮金刚的这个十轮金刚的这个十轮周期 是27.395343天 还有这个火星轨道的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6.98天 十轮金刚的这个天文学是 说的时间是687天 差0.1多一点 还有水星轨道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87.968天 十轮金刚的天文学是87.97天 土星轨道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10759.2天 那么十轮金刚天文学的数据是 10766天 金星轨道周期 现代天文学的数据是 224.701天 十轮金刚天文学的时间是 224.7天 还有木星轨道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 1332.6天 十轮金刚天文学的数据是 4332天 还有这个黄白道焦点周期 现代天文学是 6793.16天 十轮金刚天文学是 6792.99天 那这里说到这个黄道和白道的两个焦点 在十轮金刚的天文学中 起名为罗侯罗的头和尾 名字不一样 叫头尾 罗侯罗是传说中的动物 因此有些人就误解了佛教的天文学 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些神话传说而已 但从上面的数字可以见 除了土星的周期以外 其他的结果 以现代天文学的计算结果 有着精能的相似处 十轮金刚也可以计算得出来 什么时候是月时 什么时候是有日时 它们都可以有计算 计算得都非常准确 现代天文学可以计算得出来了 那已经到近代了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在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十轮金刚 它们早就可以计算得很准确了 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我们都知道 为了研究月球等天体的运动 几个世纪以来 许多天文学家都耗尽了必胜的精力 但是没有借助于任何精密仪器 仅凭着超人的智慧 佛陀便早已用精确度极高的数据 十分准确地描述了月球 在其轨道上运动的平均速度 和近地点远地点的速度 以及其他星球的顺行 流和逆行等运动的情况 这个经典里面都有 讲得很清楚 所以说藏传佛教呢 他也有他的这个日历 他们自己的这个佛教的大师们 创的这个日历 我们呢 这个汉传佛教在古代的时候 就有阴历和阳历 阴历就是指这个月亮转一圈 初一到十五 是吧 到三十 月亮又没了 月亮圆的时候 就是中间的时候 是吧 十五或者十六 那么这个叫阴历 太阴嘛 月亮是太阴 那么呢 太阳呢 就是日历 阳历也叫 阳就是太阳 阳历呢 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二十四个节气 你看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 古代的时候就有二十四个节气 从这个历春开始 那后面就是春分啊 什么历夏呀 历冬啊 这冬至啊 小雪大雪 小寒大寒 最后就又历春了 这一年 二十四个节气 就是中国的阳历 对应的就是三百六十五天 也就是我们 说的功力 功力就是西方人 用现代科学 搞出来的一个 日历 用星期来算 一年 多少个星期 我们后来就用了西方人的功力 西方人的功力 跟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阳历 是对应的 一模一样的 二十四个节气 刚好三百六十五天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道家的修行人 编出来的日历 他们通过这个观察天文 造的这个日历 那十轮金刚呢 他们西藏人呢 他们的日历呢 是他们自己的大师造的 不是向中国学的 不是从西方的科学家那里学来的 这是天文学 简单的一个介绍 特别是十轮金刚呢 有关于到这个行星的这个轨道 这个时间的话 这个是 不是用精密的仪器 是不可能测得出来的 佛陀呢 就是修行人 他可以 用十轮金刚的计算出来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公式 从这个事实呢 也是可以证明 佛法是科学的 这并不是神话 好 我们这里呢 就是介绍这一点点 有关于这个日历的问题 这是一个证据 佛教呢 就是主要的世界有几大法印 就是我们叫的三法印 或者四法印 你们都听过 这个法印呢 就是真正的佛教的世界观了 古往进来呢 这些家和神学家们 在不断地追寻探索 希望能找到 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定理 从经典的物理学 一直到现代的科学 他们都想解释 在爱因斯坦研究了很久 一直想搞一个同一常论 但是最后也没有结果 他的相对论呢 也被很多人质疑 因为相对论里面 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科学家现在也走路到一个 瓶颈的 无法突破 他们不能自圆取说 就是量子力学 也不能自圆取说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 到现在还处在一个 猜疑的状态 包括相对论也是这样的 并不像他们说的一样 相对论已经是得到了论证的 相对论根本就没有得到论证 量子力学的应用方面 是已经得到了应用 但是他理论上 还没有得到自圆取说 他们已经走路一个 死胡同了 走不出来了 到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现在科学家 已经转换了方向 他们开始研究生命科学 心灵科学 佛陀就是认为 世界有一个共同的原理 就是三法应 或者叫四法应 住行无常 有肉皆苦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这个是宇宙的真理 共同的公理我们要讲 那么一切世间的任何规律 总结出来的定理 都是从这几个公理推出来的 所以叫公理呢 公理呢 它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推 你通过限量的观察 就可以观察得到 就像我们说 一切万物都有惯性 要不保持静止 要不保持引数这些运动 物体都有惯性 这个不是定理 这叫公理 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事物的运动有惯性 我们的心的作用也有惯性 这个惯性呢 它就是公理 三法应呢 这也是公理 第一个是诸形物常 诸形物常呢 说这个万事万物呢 就是非恒常性 就小到原子 电子 原子内部有夸克 达到地球 星系 乃至整个宇宙 这是物质 还有我们的心思 没有任何身心 事物 是恒常不变 都是刹那生灭的 并不是停留一段时间 它这个变化 不是停一会儿在变的 而是每一刹那都在变 任何事物都是依赖各种因缘条件 刹那生灭的 这是万事万物的真相 因为我们的心在动 我们的心 刹那刹那都在生灭 包括我们的眼耳 鼻舌生意 一切都在刹那生灭当中 第二条定理呢 是讲 无我 也叫无知性 说万物呢 没有主宰性 没有我了 那当然就没有主宰性 非主宰性 一切万事万物 包括一切生命 都没有主宰性 没有一个可以主宰世界的事物 也就是说没有上帝 没有我了 当然没有上帝了 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万能的上帝 这个无我呢 也包括呢 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 我们的身心呢 分成五大类 射受想行识 也是没有主宰性 里面没有一个可以主宰 这个五蕴的事物存在 一切现象呢 都是因缘呵呵 都是缘起性 没有任何事物 是唯一不变的 有主宰性的东西 佛教的叫没有自性 自就是自身 性的就是本性 不会改变的一种性质 自身没有这种 不会改变的一种性质存在 那么这个叫无我 也叫无自性 第三个是涅槃寂静 告诉我们呢 就是消除我们内心的迷惑 无名 颠倒 执着 烦恼 那心灵呢 获得一种最大的宁静和自由 因为我们凡夫就是 迷惑 颠倒 然后执着 造作 然后生起无量无边的烦恼和痛苦 通过修行呢 可以回归 先破除这个迷惑 破除这个无名 知道真相 然后呢 就不再颠倒 执着了 慢慢的这个烦恼就平息了 痛苦也消失了 但你最后呢 一切烦恼都消失了 一切痛苦也没有了 那个就是涅槃 这个涅槃呢 当然还有小秤的 有大秤的 还不一样 小秤的涅槃 不是究竟的涅槃 只有圆满的佛陀 它是究竟的 小秤的涅槃 还是不究竟 不圆满的涅槃 才偏空涅槃 所以它还是有一点执着 不圆满 也就是说涅槃本来是没有生灭的 就是不生不灭才叫涅槃 但是小秤的涅槃呢 还有生灭 它这个生灭不是六道轮回的生灭 它是自身的一个境界 它还有所执着 所以说它还有一点威系的障碍 或者是叫生灭 只有佛陀呢 才是最究竟圆满的涅槃 也叫无助涅槃 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相 涅槃呢 是持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一体的 就达到那个境界 以后 那整个宇宙就是一体的 真的是统一的 我们的心可以最终回归到那种状态下 那个心是没有制作于我 也没有制作众生 没有制作一切假象是存在的 是有的 那么呢 这个是三法印 这有漏皆苦呢 是其中加进去的一个法印 叫四法印 那么有漏皆苦呢 也可以算一个法印 就是讲在世间 一切有漏的造作都是苦 都是一种逼迫感 苦就是逼迫的意思 就是没有自由 内心感到难受 其实不管是快苦也好 苦苦也好 都是一种逼迫感 不自由的感觉 三法印呢 它对应的这个 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这里开始去追求真理 然后呢 修炼最后印证 正道就是你的心 达到了这个状态 正实了 现正了 你的心正到了这个无常 正到了无我 也正到了涅槃寂静 所以所谓的正就是心正了 离开了心 还是用什么东西来正呢 是吧 没有东西可正 就是心真的进入那个状态 那么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不是幻想 凡夫呢 因为无量节的轮回 它就停留在某种状态当中 它就生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 出不来了 它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 它无法突破 这是一期生命 但它死了以后 它有可能会切换到 其他的时空里面 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了 六道轮回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 不断地切换 不断地生死 你死了以后 它有可能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 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在这个时空里 投胎 转世 这个心呢 它不可能断灭掉 因为它执着有我了 这个我虽然是没有 但是它因为颠倒执着有我 执着力非常强 导致呢 它就会产生中阴身 然后继续轮回 所以说轮回呢 本身也是因为颠倒执着产生的 并不是本来就有轮回 轮回也是一个梦 当你的我之没有了 这个轮回的梦就行了 本来是没有我的 现在你执着有个我 这个心呢 因为无名的缘故 颠倒执着有我了 现在你认识无我了 破了这个无名 那你醒过来了 然后你不断地去修炼 慢慢地把这个我之去干净 我之不是说认识到了就能去干净 它还得修炼 我之太坚固 虽然你已经认识到我 甚至可以出证到我 但是呢 它还得经过长期的窜息 慢慢地把这个我之去干净 那你的心呢 一点自我的执着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 那你就真的是超越轮回了 当然这个小我没有了 那就是阿罗汉了 阿罗汉呢 它还有一个法我 法我之 它是更大的一个我 它是个大我 这个大我 还没有去掉 这个大我就是法我 制作一个涅槃 制作法界的 它还有这个法我之 它认为这个法是室有的 认为涅槃是室有的 永恒不变的 其实呢 阿罗汉的涅槃呢 还是有生命 还没有究竟嘛 所以呢 它还是有无名 阿罗汉还没有破根本无名 它破了部分的无名 那所以说呢 还要修 修呢 把这个法我之破了以后 那就更上一层了 那就可以再进一步 见到实相 这个实相呢 就是究竟的实相 当然我们见到了无常 也是实相 我们见到无我 也是实相 这个还不是究竟的实相 还是接近真相的一个实相 就是说 以前我们制作常了 现在我们知道无常了 这就是一个真相 真相就是实相 真实真实 真相和实相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要认识这个三法印呢 要通过学习佛陀的教法 学习佛陀的教理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了知世界 刚才说的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 现在我们从主观的角度来说 宇宙的真相 因为心就是法界 法界就是心 那么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心呢 因为无名呢 就是起了颠倒 然后经过无量节的这个串习呢 对这个世界呢 就产生了常的执着 所以说我们现在认识无常 那个常的执着叫便迹所执性 便迹 就是普遍的认为执着 制作这个外面的世界 和内心世界 都是常有的 就产生这么一个错觉 认为它不变 认为它有偿恒性 那我们就会产生这个贪着 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错觉 因为无名产生了这个错觉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破这个无名 认识呢 达到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破了一部分无名 破了这个便迹所执性 叫依它起性 依它起性呢 就是破这个我执的 刚才说了 我是真理了 那因为凡夫制作有我 那么呢 就是有自信 现在呢 破了这个便迹所执性 我们达到一个 依它起性的这个认识 认识到万事万物 包括我们的心理的一切状态 心和世界 都是依它起的 依它起就是缘起 依它嘛 依它就是缘 缘就是依它 那么因缘 因也是缘 因是过去的缘 还有现在的缘 近缘 还有我们说的四大缘 所缘缘 是吧 这些名词就太难懂了 我就不讲了 主要就是告诉你 都是缘 缘起性 也叫依它起性 这是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外面的境界 外面看到的这些事物呢 是依它起的 你们要学习这个 眼识九缘 来了解这个 一塌起性 就说你们在学习 这个 佛教世界观的时候 一定要看 唯实的观点 就是首先看这个 师父讲的 唯实观的那个 第一课 眼识是怎么产生的 后面还讲了眼识九缘 对照起来看一看 前面这一刻 看了以后呢 对这个依它起呢 就会有一定的认识 这里就不讲了 到时候你们 带着大家学习 这个佛教世界观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 调出来给他们看 这个依它起性呢 是从认识的角度来说的 就破这个我字 依它起性呢 而这个无我呢 是一个意思 因为是依它起 所以是无我的 因为是无我的 所以它就是依它起的 没有自信嘛 没有自信就是依它起性 万事万物呢 都是依它起的 而不是有自信的 不是自己本有的自信 是依它起的信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对应的认识 那么讲到涅槃基金呢 对应的这个认识呢 就是叫做原成实信 原成实信就是世界的真相 万事万物的本质 事实上呢 也就是我们的心的 究竟的状态 就是涅槃 涅槃的状态 就是震到了这个原成实信 圆满就近佛陀的 涅槃 无助涅槃 就是在这个原成实信的 这个状态当中 它的心就是圆满的 究竟的 安住在世界的实相当中 永远不会颠倒 它再也不会有 任何无名的状态 它的心永远是 安住在世界真相的 一个状态里面 它要是有一丝无名 那就又不是实相 其一丝无名 实相就消失了 就变成幻象了 假象了 就不是真相了 破除一切无名了 佛呢 就是究竟安住在这个世界的真相当中 再也不会起无名 这叫原成实信 原成实信呢 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从认识的角度来说 这个原成实信呢 还不仅仅是空信 空信只是它的一个描述 原成实信 佛有说过 非有 非有不是空 不是非此即彼的 这个万事万我 说它非有 我们凡夫以为非有 那一定是无了 不是的 非有不是无 但是呢 有非空 非空也不是有 我们凡夫以为 非空 不是空那不就是有吗 就不是的 非空也不是我们说的 我们理解的有 先是告诉我们 原成实信呢 是非有的 但是呢 它也是非空的 那是什么呢 那难道是 既空既有吗 既空既有也不对 非空非有 非空非有 还不是 都是错的 原成实信呢 没办法描述 所以说 它都是用否定的方式 来告诉你 非空非有 非既空既有 非非空非有 这么多非 你们都快飞起来了 这样子 就是原成实信呢 无法言说 佛陀的心可以震到 你的心可以震到 那个实相 这个才是 佛要震到的第一义地 这个第一义地呢 当然要靠世俗地 来震得 世俗地是什么呢 世俗地就是 一他其性 一般来说 一他其性 就是世俗地 地是真地的意思 世俗的真地 就是一他其性 万事万物 都是一他其的 圣义地呢 就是第一义地 真俗二地 就是圣义地和世俗地呢 合合在一块 它融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 原成实信 一般这个圣者 讲的圣义地呢 有描述的话呢 这还不是 究竟的圣义地 究竟的圣义地呢 就是不可言说 如来又说 所谓真地 即非真地 是明真地 这个真地呢 就是圣义地的意思 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从两个方面 来描述了 佛教的世界观 一个是从客观的角度 来描述的 一个是从主观的角度 来解释的 你们做一个了解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修行呢 其实也很简单 先听佛多讲 先破这个 遍际所自信 告诉我们无常 那我们先修无常 观万事万物的无常性 不是长恨不变的东西 也不要去执着它 那凡夫的错觉 是很难摆脱的 这是一种习惯 就是我们抓住 任何一个事物 天生的就以为 它是长恨不变的 这种长性带来的执着 代表我们拿一个杯子 拿在手上 它都没变啊 它哪里有变呢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视觉上 感觉上 认识上 它是不变的 有一天 它把它打碎了 那才 都没了 破了 就断灭了 是吧 所以我们不是常见 就是断见 这个我们凡夫呢 就是这样子 走极端 要不就是制作它是长 要不就制作它是断 包括我们对人 也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人呢 活着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好像不变 其实还是天天都在变 我们自己知道啊 活着的时候 有人认为有个我 这个我是不变的 那死了以后 我就不存在了 这个我没了 断灭了 我没有了 这个我原来是长恨不变的 突然有一天呢 就彻底没有了 变成断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哲学思想呢 真的是很幼稚 这个断灭论啊 凡夫就是这样子 做长和断 所以我们从这个 破除这个变迹所执行 在生活当中 实时地就要去这样观修 看到任何事物 就要观它的无常性 不要去执着它 既然是无常的 就是抓不住的 留不住的 不可执着的 直就是抓的意思嘛 你看一个踢住旁 直就是用手才叫直嘛 直取嘛 直就是用手抓住的意思 叫直 那这无常的东西 就像云朵一样 我们都知道 那个天上的云 这个我们知道 它是无常的 你抓不住的 但是其实万事万物 都跟云彩一样 都抓不住 只不过是相似相续 就是师父讲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相似相续 刹那生灭 那然后呢 我们凡夫因为无名呢 就执着它是常有 那事物坏了以后 我们就认为它断灭了 所以这样的 长断两边执着 这个叫遍迹所执 普遍地寄作一切事物 它是个长断 而只为真实 这是一个主观的错觉 因为我们无名 那我们要修行 就是先修这个 第一步先破这个执着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们去路第二步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知 确认万事万物的无常性 便是刹那无常的 叫细无常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们一定要学 诸行无常 时候讲的诸行无常 是我们这个佛教世界观的 最重要的第一步的认识 再后面就学这个 一他起性 一他起性 里面包含了因果 也包含了无我的道理 元起性 一些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 缘起的 既然是缘起性 同时就可以证明 它是没有自性的 也就是无我的 那么这个第二步的认识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认识到这个真理以后 我们就要去对峙了 再不要执着于我了 再不要执着外面的事物 你的家人呢 你的执着的东西 都是有自性的 当你看到一个外面的事物 它是没有自性的东西 就像天上的云一样 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等于是空的呀 没有不变的东西 不是空的吗 是不是 你找不到一个 恒常不变的东西 那都是假合的嘛 是吧 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里面没有一个我呀 这就是一部机器 像一部电脑 表面看上去 电脑好像也有主观的那东西 但是事实上它没有 它就是一些软件设计 它有电 它就会起作用 它是有逻辑性的 电脑是很容易让我们认识到 这个人的无我性 电脑也是没有我的嘛 电脑不可能有一个 不变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的人的五蕴 也没有真实存在不变的一个 我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或者心里面 那么身心都是一他其心 这主要是身心 从自身来认识 身和心都是一他其心 这一点的认识非常重要 有了这样的正确的认识呢 我们来对治烦恼就容易了 烦恼这个时候就像没有根的树一样 自动枯萎 这个执着就自动枯萎了 因为原来你要执着 你要抓起一个东西了 现在的这个缘起性就抓不到了 没有东西可抓了 就是没有东西可执着了 就像福里抽薪一样 原来我们执着是因为 认为它实有 认为它恒常不变 真实存在 有我 有自信 现在发现无常无自信 就抓不到 你想自取都没有东西可执 没有执着的对象 你找不到执着的对象 因为是一他其的 一他其就是假象 就是幻化的 幻象 就像天上的云一样 天上的云彩是水蒸气变幻 云彩的有些说可以变成佛像 有些说可以变成各种动物的像 还是可以变成人像 变成各种各样的像 有些时候 也说我们在北京 还看到一个云彩 变成一个凤凰的像 夕阳西下的时候 很像那个凤凰 只不过是云彩组合 非常非常像 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很吉祥的元气 还是元气 那所谓的吉祥 可能也是佛法要兴盛 所谓的佛法兴盛 就是众生可以由于机缘 来学习真理 认识真理 然后修正真理 这就是一切生命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我们人类啊 如果大家都能够学习真理 能够求证真理的话 这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其他的都是一些助缘 医师助行嘛 当然是我们修学真理的一个助缘 不能没有医师助行 但是如果只有医师助行 没有去学习真理 没有追求真理的人 就是跟禽兽是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还不如禽兽 禽兽还不会造恶业 是吧 还不会去做很多害人的事 但是现在的人呢 就是贪承是极其严重 一直在做伤害其他人类的事情 破坏环境 破坏资源 甚至呢 就是做些伤天害地的事情 你说这个人 还不如动物了 造业 我们佛经上经常提到 三天大千世界 除了我们这个小世界以外呢 有很多 从我们这个平面来说 同一个时空的世界 就有无量无边 那么在其他的时空里的 那个世界呢 还有好多 在不同的时空里 不同的世界 世界就是时空的意思 所以呢 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呢 各种生命形态都存在 这个是很科学的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只有一种 时空的生命形态 有这种就有他种 有地球 这种我们人类的 这个生命形态 就有肯定更高级的 生命形态 肯定还有更低级的 生命形态 最低最低的 在地域里的 生命形态 这个是很科学 一点都不奇怪 就像人类 你看我们人类本身 就有三六九等 有些人生来就没有什么烦恼 很善良 甚至有善根 知道去追求真理 不用人教 他们就是圣者的转世 有些 生来他就会求证真理了 有些人生来呢 就像天人一样 会福报具足 衣食住行 无忧无虑 然后呢 也很善良 长得也很好看 一切都尽有尽有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乞丐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残疾 有些人生下来呢 就是非洲那个 吃不饱的地方 像饿鬼一样 连饭都吃不饱 更不要说学习了 那都是人呢 差别这么大 那在这个法界里面呢 不同的时空里呢 那众生的生命形态 肯定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看动物就知道 动物的生命形态 也是千差万别 他们也在不同的时空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 不同的境界里 生老病死 生命其实就是这样 你不学的时候 你就迷失在这个社会里面 别人怎么活 我也怎么活 就跟一个猴群一样 或者像一个野牛群一样 别的牛吃什么我也吃 别的牛到哪去 都跟到一群一群的 这样在一起生存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生命的意义 他们考虑的就是 怎么样的生活 怎么样活下去 猴群呢 或者牛群呢 狼群呢 他们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人类呢 也是群体动物 如果你把你一个人 放在一个地方 你就活不下去了 是吧 你会恐惧 几乎生存下去的 可能性很小 所以说人类和这个 这种群体动物 是很相似的 他们在一起生存 他们的目标就是生存 所以我们人类 现在已经很低级了 讲到几乎是在考虑生存的问题 接近动物了 只有动物才会 只考虑这个问题 动物就是考虑生存 和繁衍的问题 如果我们人类 也是只考虑生存 和繁衍的问题 只考虑这两个问题 这不是跟动物差不多吗 我们人类啊 大概是从什么来的呢 佛在经上讲呢 有时候我们地球上 原来是没有人的 是从这个光阴天上 光阴天就是在这个 色界天的天人 他们失去了禅定以后 堕落到欲界 然后从欲界 慢慢地在一层一层地 往下掉 从欲界的第六天 掉到第五 第四 第三 只要一直掉下来 所以说最早的人呢 刚开始从光阴天下来的人呢 他是空居天 他们是飞行的 后来慢慢地掉到 低层次的 就到了一天 还有四天王天 最后就掉到 我们这个地球上来了 福报越来越浅 执着越来越重 烦恼越来越重 他就往下掉 掉到这个地球上来 当然这个也是佛陀的安排了 先让人来到这个地球上的生存 比较苦 那么他们就要为了生存 不断地去奋斗 所以说呢 他们就变得比较聪明 然后佛陀呢 到因缘成熟呢 就会开始来引导众生 来认识宇宙的真相 人类呢 这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比较容易去学习佛法 因为它苦啊 人间比较苦 就人类呢 就这样下来 这个大家叫贤劫 贤劫有千佛出世 当然不止得一大劫了 前面还有一个大劫 前面大劫呢 已经结束了 这个大劫呢 就是有千佛出世 释迦摩尼佛是第四个佛 弥勒菩萨是第五个佛 好像是八百多万年以后吧 师父的计算是八百多万年 回来到人间 八百多万年很长 但是你要是不修行的话 你要等八百多万年 也是够相 这么长时间 让你在地球上生存 要受苦的 到时候一定的时候 就是佛法没了 那个时候 你就都跟他一起造业了 有了打你 你就要打他了 没有佛法的时候 你还能够自己修行吗 你不就又回去了吗 又跟着那些众生 一起造业了 又开始 贪嗔痴一样的 就会滋长这个仇恨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不修出来的话 等我们这个 释迦佛教化的时代 过去了以后 人类非常可怜 那个时候的人类 没有了智者 没有了善知识 人类就完全堕入黑暗当中 完全黑暗 真的像野牛跟猴群一样了 那人类又很可怕 它互相残杀 人类比较贪婪 它不像动物 它互相的协助 它们为了生存 它们一般是不会互相的 这样的伤害 但是人类会 人类为了 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点 它就会去杀害其他的人类 人类非常残忍 它会互相杀害 所以人和人之间呢 到时候就会非常恐怖 不断地有战争 像恶性循环一样 积累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发动战争 因为人类都特别自私 它要剥削别人 人类很奇怪的 它不像其他的动物 就是你看那个狼也好 这个狗也好 它们虽然是群体动物 但是它们都是 一起分享食物 是吧 人类不是这样的 人类呢 它要的东西太多 它就要剥削别人 它自己不要干 它自己要看着别人 管理管理 把别人的劳动所在 来剥削其部分 自己不愿意劳动 人类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 当然也有圣者的教导 有些人类就很愿意去奉献 善良的人类 首先它会去新型的劳动 先获得自己的意识助行 然后把剩余的多余的劳动所得 就是分享给别人 不死给别人 这样的人就是善人 善人就是这样的 他劳动的肯定 付出的多 他会把自己的多余的所得 分享给别人 不死给别人 自私的人他就不想干 只是想剥夺别人的东西 这样生存 这人类的差别很大 那么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就是会变得越来越知识 这个善人越来越少 甚至更是越来越少 到后来圣贤都没有了 只剩下还有一些小部分善良的人 那他们就很苦了 大多数都是恶人 都是知识的人 只有少部分是善人 那个时候善人很痛苦 恶人多 恶人反正他们都是恶的 互相残杀了 他们也互相掠夺了 他们也无所谓了 他们也是很苦 因为无名 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和痛苦 但是他们认为生命就是这样的 因为无知 为了自己的生存 不懂因果道理 就随便乱来 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没有什么善良 对他来说都不存在 那只要自己能生活得好一点 什么都敢干 现在末法时代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不相信轮回 不相信因果 再往后人类的发展 往后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不是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的佛菩萨还是慈悲 还有圣者 还有菩萨来到之间来救度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能够学到这些真理 学到真正的过法 来回归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极乐世界 或者去斗塞内院 或者去塌方世界 到好的世界去 因为你通过修炼 你把你的心转成成纯善的 解脱的状态 你就可以进入到高级的那种世界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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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